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藝術創作的养分 他说呢 这一路走来 虽然辛苦 但却很值得 我的高度太矮 看啦 对 这比较好 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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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 这边的必须是完美的 你关掉你的眼睛 下载扫描程式 选定自己喜欢的补妆 透过网路 就可以跟自己的照片做结合 这么简单又有趣的拍照方式 吸引了很多人来玩 因为我们想说 刚好 这个餐厅 刚好有一个这样的空间 属于比较修气又有花园 然后 就想说 利用这样的空间 刚好可以 有一个跟年轻人的 一个互动 然后 很多人说 看到我们的 餐厅的员工说 哇 你们的衣服好特别喔 去哪里可以买 我会可以穿穿看吗 那可能他们 立刻买不到 立刻穿不到 可是他们在这边 马上可以感受到 自己穿起来的感觉 然后马上 上载到脸书上 分享给朋友 也都OK这样子 她是云南餐馆的老板娘 王璐菲 爸爸是缅甸华侨 妈妈太过出生 多元化的绅士背景 造就她特殊的气质 跟亮丽的外表 我们这群云南人 其实蛮特别 很多人都说 你云南来的 你是嫁来台湾吗 他们会这样问 他们以为云南人 就是像 那个外省新娘或怎么样 其实我们不是 我们这群云南人 都不是从云南人出生 都不是从云南出生 那大部分都是 前一代上一代 是在云南 然后后来打仗 来到金三角 所以我们其实反而是 在泰国缅甸出生的 陆菲是在青麦出生 三岁被带来台湾 因为语言的隔阂 小时候的玩伴 都是家里的叔叔阿姨 讲的都是缅甸话 但到学校里上课 却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小时候就会觉得说 到学校觉得说 人家带便当 我也带便当 可是我的便当 跟人家便当不大一样 然后讲的话 然后他们讲台语 我听不懂 就是小时候 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些 让我感觉到说 嗯好 我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 这样子 没有归属感的陆菲 一直想逃离台湾 16岁那年 父亲挡不住她的苦苦哀愁 终于答应 让她出国念书 开启了前所未有的 梦想生活 我那时候选的是加拿大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向往那边的环境 就大概就随便选了一个国家 然后就去了这样子 然后去了之后 我大概去那边待了五年 然后真的很喜欢那边的环境 我就觉得 哇好像找到自己的天堂 就很适合那边的环境 然后语言上面的学习 生活上面的学习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都觉得还蛮适合的 第一次出国生活 感觉新奇又好玩 长时间接触国外多元的文化 开启了艺术设计的兴趣 30岁那年 她申请到知名的圣马丁艺术学院 决定赴英国深造 其实我是有一点点那种 我很喜欢现代感 简洁的线条 圆形方形几何这样子 所以都会展现在我的作品上面 那我回来 从英国回来之后 那个作品在融合我原来有的一些 在台湾比较根源的一些 少数民族的文化 或是云南的文化 或是泰国缅甸的文化 我觉得就产生还蛮特别的一个 一个组合 对 还产生蛮特别的一个组合 所以如果看到我的作品的话 大概就会感觉到它 两个中间它是怎么契合的 餐厅里随处可见路飞的设计 墙上挂的四幅画作 利用三角形 斜边 正圆 半圆图形 搭配苗族的布料交叉结合 象征人与人之间 拥抱的美感 放在餐厅中央大型的装置艺术 更是它的得益作品 其实这个作品有一个意向就是 伴 相伴的伴 就是互相作伴 它本来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是 这个正圆跟那个伴圆 是互相靠在一起的 象征着男人跟女人 然后互相作伴 那它为什么是一个乐器管的形状呢 因为在云南那边 他们都是用声音来传递 男女之间的那种相识 比如说他们在山上采茶的时候 你在那个山头 我在那个山头 然后我们互相唱歌 互相作伴 他们是这样远远这样唱歌去 就是去谈恋爱 对不对 所以那个伴 又有那个音 音场很远的感觉 那我就用这样的一个联想 把它用一个抽象的概念 把它组合在一起 在云南 称呼漂亮的女生阿施玛 帅哥叫阿黑哥 而陆飞的阿黑哥 就是眼前这位英国帅哥 同样学艺术设计 不管在生活或工作上 都彼此依赖 我的风格是非常现代 然后非常简洁线条的 在国外我喜欢那样 然后颜色也都是很很简洁的 然后看到我来到台湾之后 我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金三角 异域 文化 或是说缅甸泰国文化 或是云南文化也好 少数民族文化也好 都是非常的 颜色很多 然后很比较 比较 比较应该讲说 比较旧 比较怀旧 然后甚至有些人说 比较乱 都有可能 然后我怎么样把这个 这个现代的线条 跟这个乱的东西 把它做一个 做一个诠释跟整合 他觉得跟我 跟我一起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部分 他觉得很有趣看 怎么这样去 去转换这个东西 面对不同的文化 雷恩选择 以学习的方式慢慢了解 并在陆菲的创作中 加入一点自己的巧思 像是这个拍照互动体验 就是在介绍云南的传统服装 他一开始说 他不会称他自己是 成为艺术家 他不称他自己是艺术家 但他会说 他会是一个陪称艺术家的 一个帮手 他说他的IT设计 其实不是像网站设计啦 然后或是像动画啦 或是像一些影片设计 这样子 这对夫妻在艺术创作上 常常一起合作 来自东方跟西方 不同成长背景 往往更能激荡出精彩的作品 我们那时候选到云勺的时候 也觉得说 他跟我们小数民族的 衣服上面的银泡 非常的相近 所以待会可以介绍到衣服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小数民族的银泡 他就像 他是用老银去做的 然后把它用成一个 像泡泡这样子半圆形的形状 然后他都弄在衣服上做装饰 他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形状 所以这个就非常让我想到 他们衣服上面的这个元素 所以我们餐厅的员工的服装 也几乎都有这样的元素存在 生活里的元素重新组合 看似简单 创作起来却有许多 难以想象的难处 像作品里的银勺 每一支的距离 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 OK Circumference 是圆周率 然后先算圆周率 看圆周率算出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在这个圆周率 你们可以放多少 其实你如果走进这个 装置艺术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一个圆厂都在看你 它有一种那种 像中心聚集的一种动物 对啊 这真的要算四五个人 在那边算来算去的 云南料理因为种族多元 食材上的变化也跟着反复 身为餐厅老板 每天都可以吃到各种美食 但陆飞说 她最爱的料理 还是从小吃到大的 哈尼族炒腊肉 印象最深刻就是 这个哈尼族的炒腊肉 我们这个炒腊肉 因为从小到大 我们就是过年 然后都一定会吃腊肉 然后其实我们外婆就 最拿手就是做腊肉跟香肠 所以每次我们小时候都要帮忙 外婆做腊肉跟香肠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的腊肉很特别 因为它腊肉就是香料非常多 然后里面有花椒 有炒果 有胡椒 一堆 就是都讲不出来的香料 然后每次外婆这样 撒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帮忙这样捏 捏那个腊肉 然后那个味道 我只要到现在 只要闻到腊肉的味道 我都一直想到 那个时候的回忆 所以它的 这个是真的是让我想到 我那时候的 那个回到过去的 一个一道料理 一间好餐厅 除了色香味俱全的料理 还要加上亲切的服务态度 为了让涛客 更深入了解云南文化的不同 在餐厅服务员身上 也特别让他们穿搭 各式各样不同族群的服装 来提升客人的视觉饗宴 因为它穿的呢 其实就是拉呼族 用拉呼族 少数民族的服装 做灵感去做的一个设计 那你这边看到这样子 有点三角形 三角形这样子的尺狀 它有个特殊的名称 叫狗牙边 你在拉呼族的 少数民族的衣服上 都会看到这样子 狗牙边的运用 那它的绣花是比较特别的 像它的绣花都是 我们在缅甸找小数民族 小数民族他们在绣 手绣的一些织织的那个 就是布边 然后我们拿来做 它就用不同的花边来去组合 就在小数民族的服装里面 常常运用 在它的隆基上啊 裙摆上啊 或是绣口上 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有一个编的 一个装饰的效果 所以就是我们的爱歌 云南民族打歌 是云南少数民族 如常至今的歌舞 并没有特定的歌词 开头有两唱者发声 其他人在跟着唱歌 歌舞对形的表演相当豐富 因为我们云南就25个民族了 而且每一个民族 它有很多的知细 而且他们的服装 都是缤纷色彩 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到台湾以后 就把他们那个传统的服装带过来 然后再加上这些时尚的元素 所以我们现在的服装 真正的比他们 当地云南那个民族的衣服更漂亮 一件传统云南服装 在制作上相当豐富 从头到脚搭配的装饰 不下数十重 价格也不便宜 所以很多云南姑娘身上的花纹装饰 都是自己一针一线编制出来的 这一个就是叫金破组 那金破组在云南缅甸都有 那它也是这个有点改良式 时尚元素 这一套也是这个姑娘她自己做的 因为她本身就是时装设计师 她自己做的 所以感觉上有点那个蛮时尚的 然后这一组这个叫做利素组 云南缅甸有很多利素组 它这个也是有点改良 变成一点比较现代化的那利素组 你看看着就是很简单 但是很时尚 那颜色搭配都很漂亮 这个也是他们自己做的 许多少数民族 还会在传统福州上 融入自己家乡的特色 像是丽江的白族 家乡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大利点参山 山顶终于有雪 于是就把当地的雪景放在帽子上 而眼前利素组的帽子 最大特色就是流行很多 颜色越多 表示这件衣服又有价值 可以说间接代表了主人的身份跟地位 因为我们这个打歌的步法是很多 但是她动作很简单不会很难 只要你每天来练的话 慢慢就会收人声巧亮 随着一火跳动 澎湃的情绪蔓延高涨 这个打歌跳舞的地方 就成为这些云南少数民族 练舞画家常的最佳场所 音乐的旋律非常的优美 你这样听到这个音乐你就想动起来知道吗 对 然后你进去跳的时候 不知不觉就跟很多姐妹一起跳 那种感觉又融入在一起 就很喜欢 然后呢 另外一个当然又会达到运动的效果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我们这个云南的 这个是我们云南的文化 然后把它发扬光大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子 透过太阳的交流 让在台湾的云南少数民族 开始有了亲人般的期待 聊得或许是思乡情仇 或或许是生活中不容易的事 藉由打歌都以望出环导 沿入一悦又快乐的歌声当中